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对不起 每次都让你等我 以后让你等我 行 我跟你说的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其实 我今天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的 错过你 我会觉得可惜 我不会让你错过我的 好 谢谢啊 为什么要谢我呀 谢谢你 没让我等时间长啊 我们都等不起 不是吗 对 那什么时候方便 我登门拜访你家里人啊 这是好事啊 得让他们早点知道高兴高兴吧 怎么了 不方便啊 不是不是 那个 你要是去我们家的话 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不会啊 不会吧 你人这么好 你家里人应该也错不了吧 我家里人多 然后一个比一个热情 我怕到时候热得你说不了 我家里人少 我家里人少 就我 我妹 还有我妈 我从小就盼着我妹有一个热热闹闹大家庭 我就怕冷不怕热 我就怕冷不怕热 不就这么 怎么跟中央首长来视察似的 你是按照这个买的吗 全是啊 我们更多快点 快点 哎呀 这花怎么一夜就打孽了呢 乐乐 哎 赶紧赶紧出来 给花浇水 大声 大声 您看我穿这件衣服好不好 好看 好看好看 好看吗 好看好看 男的男的 好看好看 你穿 你穿什么都好看 全天下最好看的 你就会哄我 大姐呢 大姐还在一起吗 让她多睡一会儿 让她多睡一会儿 那个 女人的眉都是睡着眉的 让她多睡一会儿 这竹角 还没登场呢 我们这些棚套的忙啊 这么吵怎么睡啊 起来了 起来了就好 你你你把自己收拾一下 回头帮你爸爸去把中午饭 准备出来 我 我要把头发弄一下 不用这么兴师动众吧 这怎么叫兴师动众呢 这叫对人家的尊重 你你快点快点抓地 去 林老师 赶紧收拾收拾你们的房间呢 哎呦 去玩家都动一玩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 我们晚来了又不参观我们房间 你别吃疼我们了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 哎 我就不信了啊 这东西咱们要越收拾越多 来来来 来来来 算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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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要不然咱端子 找一说不了的衣车拉走得了 小娟 咱是不是该换个大衣柜了 你还少买点衣服吧 又省钱又省地儿 干脆咱慢慢锁上 出去得了 你 你不想看彭坦见家长啊 这有什么好看的 多尴尬啊 有什么尴尬啊 有什么尴尬啊 你说彭坦她看上大姐什么了 勤劳 正直 善良 勇敢 你 你说的是大姐吗 你说的是大姐吗 好像是大肠筋啊 妈 你干吗呀 我闻了这戒的 都闻人香水啊 我就闻了一点 你口红呢 借给我用吗 口红在 你那儿吗 你别说 你穿小芸的衣服挺好看的 挺合着的 你别扰了我吧 我别扭死了 你让我脱了吧 不要脱 多鲜亮啊 是这个吗 怎么看 妈 你说你弄成这样 你跟她跟你要相亲似的 我弄得体面的是给你撑台面 这让人家马上吓跑了吧 我看着都想跑 这真是就吓跑了 狠的还在后面吧 锁门 没错 好 走 你还想怎么折腾啊 我啊 我就是想把你折腾成 热热闹闹地给你结个婚 结婚现在太早了吧 你都什么岁数了 还早呢 得真热大体 这香水熏死我了 还行 走 小金他们呢 瘦子收拾好了吗 妈 小金跟乐乐出去了 你让他们出去吧 那怎么成啊 人家彭坦头一次上门 他们就出去 这像什么样子 妈 乐乐跟彭坦是同事 人家看着难免尴尬 你让人家舒服点 你也让彭坦自在点行吗 那你接了婚呢 他们能躲一辈子 你别太热情过头了 你让大家都慢慢适应适应 妈 奶奶 我回来了 你这小云来干嘛呀 她怎么跑来了 犯大事不通知我啊 鸡毛算鸡的小事 他这样一个朝三朝 你也太不把我当自己人了吧 哎呀你穿成这样干嘛呀 更恐惧开屏似的 枪解封头呢 你还说我呢 我哪抢过她呀 小云妈是这样的 好啊 你妈跟你姐再出房忙了一早晨 你快去帮帮忙去吧 我在那边就做饭洗衣服 回家还让我当老妈子呀 家庭主妇不就是洗衣服做饭吗 谁让你好好的工作不干的 行了行了 小云穿得跟个公主似的 怎么看活啊 还是我姐理解 哎 你穿我裙子挺好看啊 回头我送给你啊 你要习惯 把我规制规制 快快快 提奶奶的话就规制行 那你再给我快点活干 好了好了 好然呀 你赶紧换衣服了呀 我还用换吗 换 轻时动重的 干什么呀你 快点动作 鸭儿啊 你穿这衣裳 可真鲜亮啊 今儿个你是主角 奶奶我可不自在了 这又不是比武超亲 不能让别人抢个风头 奶奶你就够抢的了 好 好看好看 来 来了 大雅 进来 你好 你好 彭经理还有别的事吗 没事了回去吧 那我就先走了 对 那个我妹妹姜曜云 你好 我是彭坦 你好 我妈 阿姨好 你好 你好 奶奶 奶奶好 你好 你好 我爸 叔叔好 你就是彭坦 对 我是 你比中央手掌还重要 没有没有 您认识小彭啊 你家里头还有几个兄弟姐妹呀 姐妹 我爸 吊肠不狗的事回头再说 我家里啊 还有我母亲 我妹妹 我父亲走得早 妹妹前年刚上大学 挺好 挺好 对了 那个我奶奶原来特别喜欢看《红楼梦》 她一直让我们改口叫她老祖宗 我们都没改过来 对对对 是啊 像像 老祖宗好 大样啊 一上来就接奶奶的短 别站着 来 小彭来坐 坐 让小彭先坐下 小彭 坐 奶奶坐 小云 赶紧给人弃茶呀 不用了不用了 咱家是喝咖啡的 那就喝咖啡 咖啡 咖啡 不对 咱家没咖啡 不用 白开水就行 那不好意思 那就只能喝白开水 那我来帮你弄 不用 这儿不用 你赶紧陪她去 快 你爸想单独找庞塔聊聊 这死老头她又犯病了 可别让她胡说八道啊 别让她胡说八道 妈 她可真够大方的 这一盒就三千多呢 我都没舍得用 话语这么贵嘛 可不是嘛 估计送你的更贵 这鹏蛋可真能花钱啊 男生就能花了 别拆你弄坏了你 在美国学金融 对 读的博士了 对 了不得 很了不得 喜欢你的女孩子一定很多吧 没有没有 也有一点 都是些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吧 叔叔 您是不是想问我 为什么喜欢大样啊 我觉得大样这个人吧 老实 本分 而且开朗 她 让我感觉 很很朴实 跟她在一起 没压力 就这些 那 人跟人相处 最重要的 不就是舒服自然吗 对吗叔叔 龙台啊 你要真心喜欢我家大样呢 就踏踏实实和她处 花花草草的事儿 少沾 叔叔 其实我也已经三十六岁了 早就过了花花草草的年纪了 我现在心里想的就是 找一个踏实的人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我这个想法 您觉得对吗叔叔 你怎么想的 我可不知道 来 来 你坐呀 坐 我想跟你说句话 我需要回避吗 回避一下吧 我说你家不会是一个一个过堂吧 我爸跟你说什么了 也没说什么 来 那个 你买那么多东西干吗呀 我第一次上你们家门 不得正式点啊 那我扫了一眼都挺贵的 何必这么浪费呢 这东西是给你们家的 怎么能说是浪费呢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收买我们家的意思 干嘛 人家真的好收买啊 我真的没什么小事呢 我知道 行了 行了 算了我没把事办好 行吗 我是怕呀 这礼物太清 让人看不起 你就算空手来 我们家也不会看不起你 真的 不信 你试试 你说你这人 我都进门了 你总不会让我出去再来一次吧 中心来一次 我不反对 你就别再难为我了 今天高兴 稍微喝几杯 小鹏 倒酒 我来吧 让小鹏来 我来 我来 叔叔 阿姨 谢谢啊 奶奶 您也喝一点 来一点 谢谢 小云 谢谢啊 奶奶 你把自己忘了 我不喝酒 今天特殊 可以喝一点 叔叔 阿姨 我烟酒不沾 这是我的习惯 是不喝酒啊 还是不给我面子 爸 不抽烟不喝酒 多好的生活习惯了 对 美国的医学研究说 烟酒对心血管的伤害最大 我是中国人 美国医生研究不着我 听我干什么呀 你少说两句不行 这是我家里 我还不能说话呀 你别介意啊 我爸更年期 谁更年期啊 江小云 有这么说你爸了吗 行了行了行了 都别说了 吃饭 对 吃饭 小鹏吃菜来来来来 小鹏来 我自己来 尝尝这个 我自己来 自己来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自己来 这个鱼和肉是我妈烧的 酥的是我烧的 你随意啊 吃点鱼 小鹏来 吃点酥的 这是大院做的 清淡一点 小鹏 不对胃口啊 没有没有 挺好挺好 这么一桌子菜 就没你爱吃的呀 挺好的 我看不见得 叔叔 阿姨 奶奶 大雁还有小云 今天大家都在 那我就 表示一下啊 我是真心诚意地 跟大雁交往的 叔叔 我知道您 有点不太高兴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呢 如果是因为酒 我今天就破个例 我敬您一杯 王大大 您是勉强的话 你别喝了 不不不不 我来我来 叔叔 我敬您 我干了 小鹏 来来坐下坐下 你满意了 叔叔 你 叔叔 叔叔 你吃吧 你吃 方太 你吃啊 你吃啊 你吃 好疼烂啊 那个 我妹妹 好好好 我找姜大雁 大雁 找你 大家好 我是姜老师的同事 我叫张晓阳 同事 也是他众多追求者中的佼佼者 至少我这样认为 不错 怎么 我来你是欢迎吗 你干嘛呀 你怎么了 你有案没完了 我这是公平竞争 你有那么多追求者 也不差逗我这一个吧 你应该明白 未成年人没有选举权 大姐 你别逗我好了 我今年二十二岁了 四年前我就有选举权了 对我来说你就是未成年 张晓阳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我对你态度好点 我就是对你有什么好感 我对你这种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没什么兴趣 我希望你尊重你也尊重我 谢谢 可我就是喜欢你 我喜欢你有错吗 你有不喜欢我的权利 但是你不能限制我喜欢你的自由啊 你这叫喜欢吗 你这叫纠缠 我对你这种赖皮狗实在死缠烂塔烦透了 你觉得我在纠缠你是吗 难道不是吗 赵阳 我希望你说话做事成熟一点好吗 别再这么幼稚 真的太可笑了 所有事情到此为止 你赶紧走吧 走啊 ах 你 лож staying 走 吃 尝尝这个蝦 尝尝这个蝦 老星是不是 分为相小只好 thick 听着 牛鬼 那个 叔叔阿姨 奶奶 大雅 小云 我吃饱了 我还有事 我就先回去了 那个小鹏 再坐一会儿嘛 不 下回吧 小鹏 别送我 下次来 来我给你做好吃的 没吃好 没有 下次来奶奶给你包饺子 好的 快回去吧 下班上我老公酒店里吃海鲜 小鹏 要来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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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鹏 下次一定要来 再见阿姨 快快快 那个 今天对不起啊 没事 真的 没关系 你快进去吧 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那我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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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我真后悔把她带回来 到底怎么回事 这还看不出来吗 我姐多厉害啊 挂着一精灵 还带着一少年儿童 我没问题 不是都看见了吗 没什么可说的 这个张耀阳是谁 他自己不是说了吗 学校新来的 来实习的 到底怎么回事 没怎么回事 我脚踩两只船行了吧 还想知道什么 江大眼 你是个老师 作风怎么这么不正派呢 我就不正派了 我道德拜坏行了吧 你 回来 站住 你看看 你看看 什么态度啊这是 什么态度啊 你今天是什么态度啊 我怎么了 原来彭坦今天一进门 你就挑鼻子挑眼睛的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一看这小子心术不正 靠不住 你们还热情万丈地 往家里赢 这不是想害了咱家大样吗 你怎么知道人家心术不正 你怎么知道人家靠不住啊 我看你是非得把他搅黄了 你才满意 你看看这小子长得这么精神 又是什么刘美博士 银行主管 他平常看上咱家大样了 肯定有什么企图 那在你的眼里当样是什么 是个烂白菜啊 没人要了 我说我说我说 不疼 找个人来爱我 我害怕孤独 这样枯作要水去 我感到很冷 感觉很难 找个人来爱我 找个人来爱我 让我永远坚强 我站在这里 停止奔跑 没有感觉 怎么回事 想不到 老单儿 怎么了 跟哪个中共级约分了 衷衣服 你跟人彭塔联系上了吗 没有 都是你爸 这老子做事情越来越过分了 我在跟你说话呢 我备课呢 妈 你也不对 你怎么能把那孩子招回家来呢 我可不知道她要来家里啊 她说我跟她没事 你闺女什么人你不清楚吗 我是那种人吗 我清楚有什么用啊 人彭塔不清楚 她不清楚是她的事 你得给人解释清楚了 妈 这事我解释得清楚吗 小玩 我都快到了 你快点啊 大雅 对不起 那天 大雅 大雅 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张若阳 我说过了我们之间不可能 这句话我不会再说第二遍 再见 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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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一四场满满 这么没办法 好事啊 说不定有魅力 我可没觉得这是好事啊 晓晓 你也挺有道理的 不结婚挺好 那个彭潭 你真上心了 上心有什么用的 这回估计把人下了 一个礼拜了 一个电话都没有 我给你这条路 你别跟我指歪路就行 你呀 就勇往直前 干脆利落地冲到黄男家 看他挑明你喜欢他 他愿意继续 不愿意拉倒走人 也品牌给自己添堵 你就给我指这条路啊 我 你就给我指这条路啊 咱们这个岁数啊 靠不起了 你别的 cot 我要爱我 我爱你 你不愿意拉倒走人 你住地冲 你住地冲 我爱你 你住地冲 我爱你 和你住地冲 你住地冲 不成也挺好 你怎么不上去啊 我 有时间吗 我想跟你聊聊 那天 不好意思 闹得那么不愉快 不如事前给我打过预防针吧 我有思想准备 我爸他最近闹更年期呢 没事他就来跟人抬课 是吗 理解 还有 那个 那个张耀阳 他是来我们学校实习的 我 我跟他就是同事 那个最普通的同事 张 张什么洋 张耀阳 张耀阳 对 那小帅哥啊 我觉得你不应该喜欢这款吧 那 咱们还能继续吗 有问题吗 没有没有 我 我就是怕你被我们家给吓住 这点事还能吓住我 没事 真的 张耀阳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啊 说清楚了 说清楚是吧 你不接受我 可以 可你没必要用这种流氓手段来对护我啊 你看看 看看 是吗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 你还真会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你 你就装吧你 谁装啊 张老师 有话说清楚啊 你别冤枉好人吧 对不对 有话说 你不听过 老婆 老婆 小子 我去主子 你也给我离京大院远点 再这么心灿烂的 你也不建议修理一条 听见了吗 听清了吗 再听一遍来 小子 你是不是出来 你怎么样 小子 小子 我去主子 你也给我离京大院远点 再这么心灿烂的 小子 要不看来我曾经喜欢过你一份 真的 我找到公安局先了你信吗 告诉你 威胁你我没这个必要 张老师啊 张老师啊 你们俩都是为人事表的人 这种私人的问题 就不要拿到学校来解决吧 我跟张老师没有任何私人上的关系 张老师 我觉得你也应该把这个东西 交到公安局去 我倒想看看是谁这么帮我 早知道 就得惹一身骚 你能不能别转了 转得我头都瘾 成何体统 让我这老脸往哪儿割呀 这情况不是还没那么清楚吗 什么没那么清楚 现在都传开了 以后我怎么回学校 怎么面前那些老从事 你都退休了 还回什么学校 大爷 怎么回事 张大爷 你还有脸回来啊 李下长着急忙碰的打电话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你 你真的叫人把他打了 对 打了 打了怎么了 免得天天缠着我 张大爷 你是人民教师 你这么做 就是流氓 就是犯法 我是流氓 我违法了 你这关机把我逮起来 大爷 大爷 他呀 早该好好反省反省了 江浩然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让大家都消停一点 莫名其妙 大爷出了事 怎么也推到我身上啊 是我让他把人打了吗 大爷是什么样的人 你不清楚啊 他能打人啊 莫名其妙 打没打人自会查清楚 现在事情闹成这样 他肯定有责任啊 要说有责任 主要的责任是你 你没教育好自己的女儿 爸 不会的 我姐那么清高 能打人才怪呢 谁也没说你姐打人啊 不是 我觉得吧 肯定是那个张耀阳 在外边得罪谁了 瞎胡闹呢 人家有录音证据 这么说 追我姐的人还真不少啊 这个大爷 你说这外头 他有多少个辈分啊 看来打人的 只有一个人最有可能 谁啊 彭坦 不会吧 绝对没错 小军啊 你这就跟我去找的 别别别别 别逗了吧 要去你去啊 怎么不去呢 我凭直觉 没错 你给我坐下 还没完没了呢 待会儿大雁回来 谁也不许再提这些事 都聋了 都没听见哪 妈 您别生气 没人会提 我没说你 我说你丈夫 我看她这脑子 真坏了 当时啊 找个时间 带她上精神病院 你爸现在是 越来越不讲道理了 我根本就没法 跟她说话 难怪她生气 事闹那么大 你跟我说实话 你除了彭坦 你还教什么人了 我还会教你花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在想你说 谁去打小张啊 还口口声声 说是为了你 我哪儿说的 我说话是这么一想吧 我还觉得 还彭坦还最有限迹呢 可不能了 您奶奶不是这样的人呢 别瞎猜了 不管是谁 家伙阳自己到官局查去 他要报案呢 那这么一来的话 你名声就坏掉了 你以为我名声还可好啊 哎呀 干嘛 跑死我了 坐吧 哎呀 那是我了 对了 那个张耀阳被人打了 张耀阳 谁啊 就是上回找我的那个同事 哦 小帅哥 那他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打他那个人还警告他 让他离我远一点 是吗 是吗 我怎么不说话呀 我在想啊 可不会是 又去招别人的女朋友了吧 我逗着玩的 那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这多光荣啊 有人为你打架啊 我没这意思 我没那么虚荣 我就是想听听啊 你的想法 除了你 我没跟其他人交往 你什么意思啊 你怀疑我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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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我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我没有什么想法啊 我又不跟他不熟 封塔 对不起啊 我没没没怀疑你 你没怀疑我啊 才怪 叔叔 您这是 礼太重了 我们不能接受 您 您太客气了 这 您这是不同意 我跟大样来往吧 大样的事我们不干涉 就是这礼呢 不能收 叔叔 送出去的礼 哪有收回来的道理啊 您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理由啊 那没理由 就是不收礼啊 不说 叔叔 不好意思啊 上班时间把你叫出来 怎么了 刚才你们家老爷子 到银行 把我送给你们家的礼物 都退回来了 他是不是讨厌我啊 他是不是讨厌我啊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 他要反对咱们叫我 明白了 如果要真是你家里人反对的话 咱们俩 还是算了吧 不能让老人家太为难 对不起啊 闹了这么多事 让你也跟着受气 别这么说 我倒没什么 就是 咱们刚开始 就得断了 对了 我还得回去上班呢 我先走了 江浩然 大雁回来了 你高兴了 你满意了 你终于把大雁跟彭坦的事 给搅黄了 女儿谈长恋爱 你在里边裹什么乱呢 大人的事没查清楚之前 不能收她的东西 你口口声声说人彭坦打人了 证据 请把证据拿出来 我没证据 要有证据我就去公安局报案了 没证据 没证据 你红口白鸭的咬住人彭坦不放 你干什么呀你 彭坦他到底怎么了 你就这么看不上人家 你是给自己找老婆 你还是给人女儿找女婿呢 江浩然 大从你退休以后 你怎么就越来越不讲道理了呢你 我都想出来了 不是 好 我都想去他 我都想去还 可找你 我都想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